高雄桃源民罢客陆桥被冲断 四辆怪手在浩大的土石堆中 煮一开挖抢修 但仍难抵变化莫测的大自然力量 21号玉碎溪发生土石流 又把变道冲断了 这已经是六天以来连三断了 因为老农溪溪床含泥水相当不稳定 随时可能被土石流冲走 也让施工更加困难 遇时间赛炮 工到快中午的时候 山上古云就已经密布了 所以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候 就已经紧急撤离所有的一个抢修机具 到安全的地点继续做施工抢修 要在最安全的情况下施工不敢工 就是为了确保每一位抢修人员的安危 因为在八月初才有香袋被土石流冲走 已经二十多天了 还在持续搜救中 而山上的雨势也没完全停歇 一阵短线大雨 工程被迫暂停 居民也面临断炊 部落街到空挡道 民宿杂货店也通通拉下铁门 甚至连加油站都暂停营业 拉夫兰商店街闹空城 在地居民也很客难 行政院长舒仙昌下午 跟市长陈其迈到桃园区 消防队慰问送上加菜金 也特别交代要注重民生物资 不惜利用直升机补给 也是因为目前住户只能利用二十号开放的南横公路 台东堆来运送物资 现在用完了 所以我们今天或每天都要欺负 去加油 都会多帮一桶这样 对对对 物资也是一样 然后那个有菜车嘛 然后都很贵很贵 准备好了好几个空桶 就是因为加油站的库存量吃紧 不少大车都得自备油桶除油 而瓦斯也相当缺乏 洗澡煮饭 有的人干脆用烧柴代替 但这样的日子恐怕还得再过上一阵子了 TB的新闻 我就是徐克审刘刘璇 SY小组高雄报道